今天前来调解的是一对夫妻 刘女士和程先生 他们结婚已有18年了 回首这18年的婚姻生活 刘女士有种说不出来的苦楚 我觉得一个字累 日子过着过着我就感觉好累啊 刘女士说 她和丈夫程先生又有一儿一女 日子本应该越过越好的 但是让她失望的是 不管自己怎么努力 却始终离幸福很远 感觉很压抑 很无力的 不知道怎么去改变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调整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调整它 其实我看这个节目 已经看了好几年了 就是我一直都有这个想法 我找不到方向了 万般无奈的刘女士 只能找到金牌调解 希望调解团队的老师 能够帮她找到一条出路 但这条路似乎并不好找 连我们调解团队的老师 也很犯难 今天你们这场调解 是让我挺纠结的一场 其实今天的调解 我早觉得还是 真正的挑战 刘女士和丈夫之间 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 重点是我们能够沟通 家是要有温度的 面对妻子的指责 承介上会是什么反应 在今天 我们的调解团队 能否为他们找到情感的出口 刘女士会看到幸福的希望吗 调解即刻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 没问题 各位好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 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也欢迎双方当事人 一位是刘女士 一位是程先生 欢迎二位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 各自的诉求吧 我是想为我们这档婚姻 找个能够继续下去的一个出口 会让你觉得 继续不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在家庭这一方面的话 对于孩子 对于我 跟孩子的关心 我觉得不够 因为为了孩子吧 我还能接受他 对我的一些 就是说一些漠视吧 如果不为了孩子 单纯就你们俩的关心 你觉得他对你怎么样 应该我们可以接受 南方 程先生的诉求 既然他输了 我们的婚姻 走到这一步 他认为我做得不行 我也不知道 我是哪方面做得不行 所以你自己 给自己的评价呢 我认为 不管是做丈夫的责任 还是家庭的责任 我都应该已经做到了 他刚才说的 如果单纯从你们俩的关系来说 是可以结束了 你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吗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这么说 听到妻子一开场 对自己的指控 程先生自认 自己已经尽到了 作为丈夫应尽的责任 不知道妻子究竟有什么不满 主持人张婷决定 首先将问题抛给刘女士 你说他在做丈夫这一点上 或者是对你这一点上 你最不能接受的是这两方面 他不信任我 说到丈夫对自己的不信任 刘女士说 这18年 有太多事例可以证明 他决定提两件最具代表性的 跟大家说说 就近的嘛 今年 今年 就是同学他们知道我回来了 然后一个同学呢 出车祸 就双挺高位皆知了嘛 他两口都是我们同学 我们就十几个同学 带着那个残疾的同学 去爬山了 然后我觉得很感触 我说二十多年了 他妈联系到我 还带着我一起爬山 然后也感受着这个残疾同学 那份对生活不放弃 然后我又感触 我就把他发到朋友圈去了 就为这事 我们吵了三天 那吵的点在哪呢 就是说 我跟别人照相太近了 为什么别的女同学 不跟男同学站在一起 为什么我要跟别人站在一起 什么照片 就是 一群人在一起照的 应该有七八个人吧 我们现在能看到吗 现在没有 我手机换了 手机擦玻璃的时候 砸碎了 是一张合影是吧 对 好几张的 不是一张的 他介意的是介意什么 说什么男同学多了 女同学少了 是我跟男同学靠得太近了 怎么怎么样 你真生气吗 还是他玩笑 也就是 我连在电话里 抬了一下杠 也没向他说 什么吵了三天 是不是 这个夫妻抬杠 是个正常的事情 你介意这件事情吗 是真的介意吗 我也没有什么太介意 也说有些玩笑中 也跟他说 也没什么太介意 这些事 有没有说什么 为什么你跟这男同学 我也没说 什么攻击他的话 是不是 也没说 感慨一下 对 还有一次 就是一个同学 去我们家洗手吧 我那个同学 他是开超市的 然后进货 当时我们在那个路边修车 他在那里修车 我在带小孩 他就经过我那里 他就说 打点水给他洗手 我就打水给他洗手了 对 他看到我家在那里 对吧 那我肯定就 打点水给他洗手了 完了以后 他就问我 跟他什么关系 我是我们两家的同学 他说 为什么你不给我 打水洗手 给打水给他洗手 怎么怎么的 然后就说得很不堪的 就闹起来了 我们就扭起来了 扭起来 最后他就一直不信任 我就带了我儿子 准备回家 他就拉着我 拉着我最后的话 没办法 我就用个石头 把我自己的头给打破了 然后就 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你问他自己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这有些芝麻蛋皮 那是 你记得吗 打了盆水 给男同学洗手 这事记得吗 这个我也记得 一点点 也不是专门 是为这个事吵起来一下 不是为了什么事 我俩人口脚上吵了一下 在他看来 就是你介意 他给男同学打了盆水 也不是 也不是恰恰这个事 也不是 反正 这个可能是我们俩人 有时候争吵的这个事 他引起来 这个人感觉太压抑了 你知道吗 喘不过气了 所以你说 他到底是太在乎你了 还是他还不在乎你 我觉得这不叫在乎 刘女士说 他和丈夫的结合 完全是奉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根本谈不上有感情基础 丈夫如此的敏感在意 就是一种非常态的控制 而且这种控制 不光是在生活中 在对待刘女士的工作上 也是如此 就拿之前 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一次说吧 那一年 刘女士在事业上 蒸蒸日上 好不容易坐上了管理层 可丈夫的行为反应 简直让人不可理喻 当时我也跟她商量了 我说 做管理的话 可能有的时候会出去吃饭什么的 然后她也接受了 但是事实上 真的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她就不能接受 只要有聚餐什么的 提前告诉她 回来就会有一场暴风雨的 最严重的一次 就是我们老板从美国回来 因为当时她是一个集团公司 好多分支公司的同事 大家在一起吃饭 上百号的人 大概两百多号人的话 当时她真的一点都不给我台阶下的 我告诉她了 我在大酒店里面 然后她就骑了一个车 就在店门口待着 就直接就坐在门口看着 我就这样看着 真的呀 你这话真的 我是经过路口打电话给她 我说还没回去 那个时候我也回去 走完她回去先回去嘛 你做点饭给我吃一下是不是 你知道她在聚餐吗 知道啊 知道聚餐 我觉得没这么久啊 你的意思是差不多了 可以回家了 对呀 打出电话 反正我是很神奇 一开始我是跟她说 我怎么还没回去啊 她说等一下等一下 我说快一点 我等一下 她跟我这样说的 你出不出来 我说等一下 还没开始 确实没开始 因为老板他做个总结 怎么可能没开始 你一直在吃的是不是 我连一根菜的没吃 老板他之前要做个总结的嘛 总结了以后的话 然后再上菜 菜的还没上期 他人就到了 我说等会儿 我给你先回去 然后他就生气了 你出不出来 我说你全当我 今天晚上加班就好了嘛 因为服装厂天天晚上加班 对吧 出来 比我这个生意大多了 然后我没办法 只能走吧 第二天的时候 因为那上百号人 几百号人就来吃饭 我们俩公司也挺大的 有两千多号人 员工一起 第二天就风言风语的 我真的我接受不了了 其实 从我来讲 是不是 可能也是 那是我一次 可能也是一定冲动 总的来讲 一个女人 在外面喝酒 或者继续续地干来的 你不是一次两次 是不是 不是一次两次 我喝醉过吗 没有 请问我喝醉过吗 我老是听起来 我喝醉过吗 我就问你 说事实好吧 有没有过 因为如果按照他刚才 这是最严重的一次 他刚才讲的意思 似乎就是说 你这种出去的应酬 是经常发生的事 对 公司年终总结大会 上百号管理人员聚餐 可以说那一天 对刘女士来说非常重要 可丈夫却完全不分场合 强行逼自己回家 这让刘女士 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 也让她越发的 有了一种感觉 我们俩沟通不在一个频道上面 沟通不了 面对丈夫 刘女士有种强烈的无力感 因为她始终没办法 让丈夫和她步调一致 行为统一 需要丈夫关注关心的 丈夫偏偏不在意 这让我觉患呢 就是去年我儿子查出来 心脏病以后 去年医生就是检查结果 就说 要么就是生气的 要么就是摔跤的 我说这两样我都站到了 所以 是起怀她时候的问题 对 生气 然后摔跤 两样我都都站到了 然后去年 不好意思 快开学的时候 学校说不收留她 那时候我真的 我都找不到方向了 你知道吧 如果说我儿子 当时就休学的话 换一个学校 对她的心理会造成 什么样的压力 什么样的大忌 只有我能体会到 所以我当时 就跟学校的校长去聊 然后校长就说 全学就是还是换学校吧 我说不行 我不能接受 我说我都不能接受 我要怎么接受 对吧 我说不能接受 真的接受不了她 结果就说 让我写承诺书吗 我说行 你让我做什么承诺 都是我一个人 她是因为 比如说工作忙啊 还是因为 因为当时我觉得 我的处理方式 会比她好一点 因为她简单粗暴嘛 所以我当时就解决了 解决了完了以后 今年七月份吧 她七月份的时候 她考得不太好嘛 我又给她找学校 最后找了合肥 一个技术学院嘛 然后第四天 她就犯心脏病了 犯了当时的话 就老师就给我打电话 我说没关系了 她大概过半个小时 就会好的 她这个不会涉及到生命的 你放心 后来过了几天的时候 校长就给我打电话了 我说我明天去吧 14号那天 8月14号我就去了 当年晚上我一夜都没睡 我又在想明天 我要打一场什么样的仗 我要面对什么样的人 她知道发生了这些事情吗 她知道呀 她说要不要她回来 我说你回来 能解决什么事情呢 我说如果你真的有心的话 你会打电话 告诉我儿子 问你老师 问我儿子 要你老师的号码 你可以直接去 跟老师沟通啊 没有的 所有的消息 都是从我嘴巴里面 传给她的 然后第二天去的时候 两个校长 一个教导主任 一个班主任 四个人就说 能发展就是 给我做思想工作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到目前的话 还没有结果 就是让我再次 写承诺书嘛 然后把她 病例全部寄过去 这几年其实你都是在 操心着儿子的 这些事情 对 那么你觉得 问题出在哪里了 她的不作为 无论是给我的安慰 或者给孩子的 一个责任吧 你应该就是说 打电话去问一下 或者打电话问我一下 有没有什么难处 或者你在家 带养小孩辛苦了 或者怎么样 没有的 都没有的 然后后面就发生了 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 我说我真的跟你走不下去了 太累了 我说什么事情 我都一个人看了 我要你干什么 对吧 孩子生命的惯性 可能是说 怎么讲来 我可能是对孩子 老是沟通 一直他沟通多 我确实是少 我可以理解 比如说家长 有一方是作为代表 去跟学校教授 这个我特别能理解 可能关键就是在于 比如说他跟外面去交涉完了之后 然后你们两个人之间 你有没有表达出足够的关心 或者是 这个足够的关心也没有 我也是偶尔打个电话问问他 但是你不知道 我跟你说 儿子明天要手术 明天要10万块钱 手术费 对 就是家里一切的费用 还要用 是不是 就是他回来之后 带儿子的时候 我到外面要挣钱 是不是 要称之这个家 没有这个精力去 陈先生说我现在的主要的经历和目标是放在保证一家人的生活问题 还没有足够的精力或者这个情感需求去满足所谓的精神层面的这个要求 对啊 陈先生承认自己确实对孩子关心少了 但那是因为沉重的经济压力让他无暇顾忌太多 对于这一点 刘女士表示不是不理解 但是在她看来 丈夫还是没有抓到重点 重点是我们能够沟通 能够融洽 家要像一个家的样子 不能冷冰冰的 家是要有温度的 多把一点心思花在孩子身上 你并不是为了挣钱而挣钱 我挣钱了我什么都不管了 他跟孩子们的沟通是什么样的 没沟通 就我回家了还稍微多一点 我回家了会打电话多一点 我就会把手机给小孩 刘女士一再强调 精神沟通原本比挣钱更重要 特别是在孩子的特殊时期 要让孩子感受到更多的家庭温暖 可丈夫偏偏在这点上不上心 这让刘女士觉得心力焦脆 那么陈先生在孩子眼里 会是一个怎样的父亲呢 主持人张婷决定 现场连线他们的儿子小陈 也正是这通电话 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了程先生 也更加客观地 看到了夫妻俩之间的问题 小陈你好 你好 你知道爸爸妈妈来调解吧 我知道我知道 你觉得他们有什么事应该要调解的 说什么事的话 就是也没有什么大事 都是一些小事情 那他们之间需要调整的是什么呢 就是心态问题 谁的心态 我父亲 因为他一个人在外地嘛 然后我妈妈在家里 现在我也不在家 然后他肯定就是 太放心嘛 你指的是所谓的不信任这一点 是吗 对 这个事你都知道啊 这个能感觉得到呀 每天晚上到点的时候 我爸爸他都会发视频标题 这个可不可以理解为是爸爸想你们了 也有一部分的 那你还会怎么去理解他呢 他们就是好多性格方面也不是很 那个因为我妈妈是这种旅行人嘛 然后我爸爸就是属于那种比较老实 就踏实的那种 那就是我妈妈如果要做什么事情的话 那我爸爸他就会有所阻难 好多事情他们的看法 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都不一样 你父亲前面也说了 他也有他的委屈 比如说他觉得现在他更多的精力 或者说压力 是在于怎么去支撑这个家 尤其是经济这方面 他要在外去打拼 所以可能没有更多的精力 也没有这个心情去顾及到 所谓的精神层面的这个感情需求 对 我能理解我爸爸 一个男人的话 他对于这方面的话 他肯定是会有所不及 然后再加上加上现在这个情况的话 他关心不到那是在所难免的 那么从你的角度来看 你觉得你爸爸这边需要调整的是哪些方面 他们沟通上面就是 还有他喜欢骂人嘛 比较简单粗暴的方式 对 对 比较粗暴 我感觉他们俩之间是 就谈不上有什么感情的 现在最多你只能算得上是 亲情了 如果说爸爸要做一部分的调整 你觉得妈妈应该要调整的是什么 那就是多理解理解父亲的 说实话 我妈妈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鞭子 明白了 好 谢谢你啊 小程 谢谢 你在儿子那儿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怎么说呢 我也不是说怎么很高的评价吧 反正在儿子学校同学的面前 我就是 他们叫我什么 女神 为什么这么叫 因为他们都能跟我玩在一起 他所有的同学都能跟我玩在一起 交流得很好 对 就这么一个女神级的人物 为什么在你老公面前 我对他很无力 你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沟通 我累了 你知道吗 不想跟他沟通了 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我在主动 主动久了也累了 真的累了 加上现在家庭压力 我也没那么的精力了 他有时候好好的 就是我们沟通谈心的时候 他说我们离婚吧 就是好好地谈心 因为生气的时候 他觉得我不是认真的吗 问一下 下一步你们想怎么做 如果真的找不到方向的话 我放手 陈先生怎么想 下一步 下一步我也可以啊 如果是我的错 我可以撑 好好的 其实没什么 我们俩没证没少 你说打电话给我 我们要去调解 不调解 就要离婚 怎么的 你都不知道该调什么 是吧 知道 陈先生一脸无辜 从调解开始到现在 他似乎始终没有想明白 妻子气愤的点到底在哪 这时我们的观察员 观文决定 帮助陈先生来找找这个点 我对陈先生有一个我个人的判断 我觉得你在这段婚姻当中更像二分之一个老公 我觉得女人啊 在婚姻当中两种感觉很重要 一种叫安全感 一种叫幸福感 你这十八年来 你很努力地想给你老婆 这两种感觉 但是都只做到了一半 先说一下安全感 女人可能在生活中的安全感呢 有一部分是来源于经济方面的 陈先生一直很努力地在工作 在攒钱 这一点呢 你爱人和你的孩子 他们都认可 可是个人能力总是有高有低的 可能会和那些特别会赚钱的男人相比 也许你的能力会稍微有点不足 而这方面呢 再加上家庭里的经济的特殊状况 那么这时候作为你的老婆 她心中这种安全感 是缺失的比较厉害的 再来说一下幸福感是什么 女人的幸福感呢 在一段婚姻当中呢 首先和自己爱的男人情投意合 可是好像 你老婆也没有在这十八年里有这种感觉 我相信一点 陈先生他刚刚嫁给你的时候 二十二岁 然后呢 你们很快拥有了自己的孩子 有儿有女 特别好的一个家庭 这是你能够给他的那一半幸福感 他是拥有了的 但是另外一半幸福感呢 另外一半幸福感就是 你懂得去靠近他 哪怕在你和他有不同观点 不同意见的时候 你愿意去听他在讲什么 愿意相信他所说的话 愿意信任他 愿意保护他 愿意照顾他 所以呢 当你给了一半安全感又不给另一半 给了一半幸福感又不给另一半的时候 你老婆就有些着急了 陈先生 你其实根本不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 你的笑就是特别有感染力的 可是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会笑呢 挺自信的状况下你才会笑 把那个样子多放在你身边的女人面前 你这个家庭才会幸福的 做了这么多场调解 今天你们这场调解是让我挺纠结的一场 因为 就妻子来说 我感觉得出你是真心的这段婚姻 让你过得很不舒服 而你是真实的很想 创造自己 新的生活 这是没有什么错的 但是丈夫这一边 她又做错了什么呢 实话实说 她是有很多东西没有做到 但是 她的那些没有做到 不是因为她不想做 而只是因为她做不到 你看 因为你的交际能力是很强的 因为这种个性 你带人接物 对外交流 很多时候都是由你出面 可以说 某种程度上 你起到了一个家里 本应该是男人去做到的 那个独当一面的那个位置 而也恰恰是因为这一系列的经历 让你事业也开阔了 你的精神也丰富了 你对人的情感 也有了更多的辨识 可是在你丈夫那个地方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年 严芳死守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在他的世界里 他认为人的情感 除了亲情夫妻情 剩下的男女情 那就叫私情 没有别的东西 他不知道 人世间还可以有一些 其他的感受 其他的交流 人与人之间 还应该存在一些 更好 更高尚的行为 那怎么办 所以他选择的是 第一 严防死守 第二 拼命干活 我不得不说 这个男人的很多行为 的的确确是把妻子 推得更远的行为 但是我知道 是因为我的世界里 有了那些丰富的东西 他没有而已 所以 现在如果我们 仅仅只是谴责 他的行为错了 没有意义 要怎么帮他改错 才有意义 我们知道他那些东西 他那些错误的想法 是因为他的思想太简单 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帮助他把思想 变得更丰富一点 当然这有难度 这也不是你一个人能做到的 重点在于他 他要意识到 自己哪里需要提升 你的帮助才有意义 我不得不说 这个让人并不是很喜欢的男人 起码他在做一个 以他的认知和他的能力 能做到的每一件事 他都在尽力去做 这一点我觉得你应该看到 观察员们分别站在夫妻俩 各自的角度指出了问题 并且提出了一定的建议 但调解员胡建云却认为 除了双方做出一些调整之外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可以说他才是 鉴定未来婚姻生活的基础 其实今天的调解 我倒觉得还是真正的挑战 因为他带来的话题 并不是我们习惯了的 就是大家都看得到外伤的 那一种婚姻 他有一些是内伤 这个内伤 有的甚至真的是先天性 而且他有一个特点 不是双方谁错了 不是 而是一开始就不对 再加上在你们家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陈先生的生活是比较简单一点 刘女士对生活的内容 有更加丰富的体验 两个人如果差异挺大的话 就不一定适合在一起 但是以我个人来看的话 其实重要的不是两个人的差异 而是两个人没有配合好 就是如果配合得比较好的话 即使有差异 他本身也是一道方姐姐 比如说刘女士 她在家里面说一个观点 讨论一个问题 万一陈先生这一下 没有明白过来 那你就拿出一个真诚的态度 你刚才讲的我还听不懂 不过我觉得 你讲的应该是挺有道理的 那我想这可能就是一种配合 配合优先于差异 即使两个人都挺型的 但是如果没有配合的感觉的话 冲突会更大 我说这个东西呢 说这个观点是提起了 由于是认真地思考 你身边这位男人 也许由于他教育程度的问题 他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么能使你感到钦佩 但是他在配合这一款 有没有改造的可能 其实你是可以去思考的 调解员胡建云提出了非常关键的一点 那就是配合 换一种说法 就是夫妻之间要有默契 就这一点 我们的心理老师沈山决定 做一个小测试 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 好不好 我们还得要跳一支舞 这个舞呢 也很简单 就是女方你呢 只能挑我们的男观察员跳舞 依照清理老师沈山的要求 夫妻分别挑选了一位观察员 来配合着完成一支舞 首先开始的是 程先生和我们的观察员廖喜玉 对 好 现在抱着廖阿姨开始起舞 你会跳什么 你会跳舞 跳舞教育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 在观察员廖喜玉的带动下 程先生非常顺利地完成了 心理老师给出的任务 接下来就看刘女士 和观察员徐晨刚的了 现在我们要作为观众了 我们要怎么样 看徐晨刚观察员 和到您的妻子偏偏欺负 真的不愧 来 好 赶紧的 不跳了吧 真的不会 我们要看到一种突破嘛 是不是 好 先把手拉起来 真的不会 好 然后看着对方的舞伴 面带微笑 深情款款看着对方 虽然刘女士有些尴尬 有些为难 但是最终 她还是选择和观察员徐晨刚 配合着走起了舞步 而且越跳越放松 此时站在一旁的程先生 会是什么想法呢 南方当事人 看着徐晨刚观察员 这么帅的观察员 现在评点一下 他们跳得怎么样啊 跳得很好 对我跳得好多了 我看他们跳舞 跳得很 很 走路 走路很默契啊 很默契 对 配合得很好 下次我也尽量去学 人们配合她 也去跳啊 你来代替徐晨刚的位置 是不是 对 好 现在徐晨刚 邀请怎么样啊 南方商场 相比之前 一直表现的 有些木讷的程先生 此刻变得主动了许多 那么在她的积极主动下 夫妻俩能够配合默契 给大家完美地呈现 一支舞吗 翩翩起舞 现在开始 看着对方 深情款款的 看着对方 身体距离拉近 心理距离拉近 跳不跳 真的跳不了 没关系 继续 跳不了 真的跳不了 不跳 没关系 继续 跳不下去 我真的跳不下去 跳不下去 李游女士突然表现得很抗拒 哪怕心理老师沈山 再三鼓励她 她也依旧不愿意和丈夫 继续完成剩下的舞步 面对这样尴尬的局面 程先生选择再次主动地走向了妻子 好 哎呀 跳不了 女方 为什么不把手伸给她呢 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和原因是什么 漂亮 是不想跳 还是 不想继续婚姻 都不想继续 你不是说找到一条通路 是可以继续的吗 这两个字在太厉害了 从刘女士的肢体动作和眼神中 我们能够强烈地感觉到她对丈夫的排斥 这样的结果准备了所有人的预料 难道刘女士真的要选择放弃这段婚姻了吗 当回到座位之后 她会向大家如何解释自己刚才的举动呢 通过上述的这个环节 你会向她的男人 退却了吗 男人 反而退却了吗 有一个细节 你发现没有 你内心非常想拒绝 然后你跟徐晨刚老师跳舞 你还是勉强跳 因为知道 礼貌 对吧 可是当他跟你跳的时候 你拒绝 你发现没有 其他人你都不好 表达你最真实的想法的时候 在有一个人面前 你是可以表达 你看我们在外面 工作干嘛干嘛 我总是会说 我们家里面的人 这样不好沟通 那样不好沟通 可是只有在家里面 我们才是最任性的 所以我直接说的话 我就觉得 真的是没有比较 就没有厌倦 也许你看到很多男生 在你面前呈现出来的 好的一面的时候 你更多的比较下来 是你熟悉的 那就是他的很放松的状态 那就是他的所谓的不光鲜的一面 但是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忽略了他的笑容 这个男人 他虽然没有那么光鲜 但是有一点特别好 就他有什么 他没什么 他都拿出来 脑在哪里 所以我脑海里面有一个方案 就是 我觉得你们俩要同时尊重一个事实 面对一个事实 就是你们之间的距离感是很强烈的 我们不要去掩盖他 两个人都坦诚 包括陈先生都要很坦诚地面对他 这样方便大家走向配合这个方向 那么就可以去尝试 这个基础上互相支持 所以我们就利用一点点密室的时间 好不好 我们做个约定 调解到这儿 我们确实看到了夫妻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 但因为有差异 就一定要走离婚这一步嘛 调解员胡建云提议 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他委派了观察员廖喜玉和观文 分别与夫妻俩进行密室详谈 我觉得一个男人赚钱养家 这个没错 但是你忽略了他的感受 是吧 他究竟需要什么 你不懂 现在你就是这样的 第一 多赚钱 第二来 尊重他 有些东西不要去过于很刻意的 去对他的一些言行啊 举止啊 去过于那个 如果有什么 你现在就是慢慢变大 强大起来 心就放大 宽大 心就放大 尽量去包容他 我也希望他尽量 我以后面也能包容我一点 也理解我一点 理解你什么呢 理解你的辛苦 不是辛苦 对他现在不够关心他 表达出来 像我这个人不善他表达出来 你要调整自己 观察员廖席域提醒程先生 自我提升很重要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是要明白 妻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对此 程先生虚心接受 那么 刘女士那边呢 她现在的想法会是什么呢 我刚才说 不跳这段舞 是因为就像胡老师说的 可能 我是给 学生刚刚老师的面子 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给他面子 但是在我老公面前的话 我可以跟他 是私意地去 因为就像亲人一样 对 我是这个想法 而并不是说 我立马就放弃这段婚姻 我都说了 我给他一年的时间 你真正难过的 不是因为你老公配不上你 或者说是 因为他个性很糟糕 你其实真正难过的是 他没有认识到他的糟糕 也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变 这才是你最抓狂的 那么如果我们今天 能够通过金牌调节 看到他接下来的一个变化 哪怕是一些比较细微的 你就会在这个阶段当中呢 你会看到一些希望 而你现在真正要的 就是这份希望 也许是出于对现实的情况 特别是对孩子 目前状况的考虑 刘女士还是愿意 给丈夫一定的时间 但是观察员关文 还想提醒刘女士 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 女方也要关注到 男方的心理 利用这一年的时间 看到你在个性当中 真正的一种安稳 对她其实可能多一些 言语上的温柔 因为这个其实 她一直嫉妒渴望 她很不自信 所以她如果能够 从女生而得到一些鼓励 我觉得她对于自己 在这个家庭中的 地位也会更有信心 对于观察员关门的一些提议 刘女士表示了认可和赞同 那么密室调解之后 他们会以怎样的姿态 来面对彼此呢 密室结束了 张先生 老婆这么多年来 我知道你跟着我说 吃了不少苦 以前我对你关怀不到的地方 请你多多原谅 以后的日子我会改 因为我们的路还很长 我们的家庭 很需要我们父亲俩 去共同去面对 我也做出一些调整吧 我不够揉 说实话我这人也揉不起来 所以我能说的话 我尽量地做出调整吧 你的辛苦我也不是没看懂 我也看到了 自己努力加油吧 我也一样 我也一样 我也说两句 第一 我们发现有很多人 你要说他多么懂得爱别人 就是爱自己的身边的伴侣 真美 他真不懂得爱 但是挺奇怪的是 他爱家 今天陈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 我们在这里面说过的 而且我觉得应该 大大的去传播的 就是我们说 一个男人最美好的事业是什么 就是让家里面的人开心 这个陈先生是可以去试一下的 可以 那你就笑着带他回家吧 这不用 好好好 虽然夫妻俩心与心之间 还有着一定的距离 但这一个拥抱 至少是一个好的开始 希望经过这场调解 夫妻俩能够回去细细地品味 老师们的每一句话 在一段婚姻当中 精神的差距确实是个致命伤 但是经过时间的打磨 后期的自我提升 夫妻双方的相互协助 总有一天能够找到那个平衡点 而那将是这段婚姻幸福的源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